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能量的节目 但是因为秋晨这个事 一下就跌入了谷底 好多人都开始对他们进行抨击讽刺 甚至他们自己人出来 原来那个奇葩说里边 曾经有一个变手挺出名的杨其涵 也出来蹭热度 我之前不知道秋晨是这种人 没想到他是现在做出这种事情 让我很遗憾 道不同不相为谋 也不知道杨其涵是出于什么目的 发这个消息 总之来说秋晨可能本来不是什么比较大的明星 不是什么热流量的明星 但是这一次之后被人民日报一点名 他一下就有了流量了 但这个流量不是好流量 是恶意的流量 我们还是希望在国家利益面前 不要巧奢入狂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各位您觉得呢 欢迎说出你的想法 我是大嘴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拜拜